院长我首先要送你一个口罩 也希望相关领导人物 公众人物不要做错误的导引或示范 院长我首先要送你一个口罩 为什么 因为那个 我是建议就是说有开会的时候 大家在 孔建院院长是一个带头者 那如果说以后各个开会 大家尽量防疫自己 那因为现在那个没有症状的 那个代言者 我们也是要防 大概是这个用意 我们也看到 在生产线上有夜以继日24小时生产的生产人 在路上有不计劳苦送口罩的邮差 还有在药局有非常努力来分配口罩 甚至还要维持持续的药师药生 这些我们都希望让民众有需要的人 买得到口罩 让口罩做最有效的应用 同时也希望相关领导人物 公众人物不要做错误的导引或示范 有些人对于相关口罩等等的措施 有不同的相关的评论 我们也都希望还是量力而为 国人优先有需要的人带口罩 我们都往这方面来做